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的主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有些人在做分腿蹲的時候 容易會覺得膝蓋不舒服 甚至是疼痛的感覺 分腿蹲是下肢訓練很好的動作 除了可以訓練下肢肌力與肌肥大以外 相較於背槓深蹲的負重會直接落在脊椎上 分腿蹲對於脊椎的壓力則沒有那麼大 所以對於下背痠痛 但卻還是想要進行下肢訓練的人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替代方案 另外因為人類許多動作都是單腳動作 最常見的就是走路 而且很多動作通常也都只會用到一隻腳 而分腿蹲則可以透過前後腳的站姿 來訓練我們的平衡能力 甚至是增加你的運動表現 然而許多人在做分腿蹲的時候 都會有膝蓋不舒服的情況 常見的情況是在往下蹲的時候 膝蓋過度的往前衝 甚至是前腳腳跟都離開地面 膝蓋過度往前衝 會在我們的股四頭肌肌肌肩 以及病骨韌帶造成過大的壓力 進而導致你的膝蓋不舒服 而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在往下蹲的時候 膝蓋沒有維持在正確的排列上 也就是膝蓋沒有對勤的腳尖 反而是往身體內側靠過去 形成病骨外翻的情況 導致你會有膝蓋內側不舒服的感覺 但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 在分腿蹲會膝蓋往前衝的人 或是膝蓋往內的人 他們除了膝蓋位置會不正確以外 他們的身體其他部分 也是處在一個不理想的排列 以膝蓋往前衝的人來說 你會發現多數的人 腰椎骨盆是處在骨盆前傾的姿勢 而膝蓋往內的人 同時你也會發現到 他們的主攻是塌陷的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能就需要先解決 骨盆或是腳踝的問題 如此一來 你才能真正讓膝蓋往前衝 或是膝蓋往內的問題得到改善 第三個比特技 我們要往下的樓扭 我現在要治好 walking 單速速 跟他準備說 往下大隻眼線 你另一邊打進去 然後推到另一個位置 然後往前向下 然後向下 這是正法示範 給他有沒有示範 他現在要做錯話 你只想說不應是什麼 看不容易的 這裡我們看了多少回合 通常出現六回合 即一次中一次回合 來回 我已經能走到五回 快速 A.T. 箱子 你不能走 走不走 走不走 走不要等 不要等 走不走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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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出房子 他在第2回合 你不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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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不打扮 你又有不打扮 不,你打扮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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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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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等了 老闆你? 你不要考虑 你不要考虑 现在你一步一步 你不要考虑 你放下去 你放下 好 好 你放下来 好 放下来 好 好 放下来 你不要抵押 你才会忍着 你還沒什麼? 我可以站著另一個動作玩的 我打Sutsu 誰可以快點? 你去哪裡? 快點 你踩一下 剛剛會來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 現在已經來四個 厲害 來吧 你現在要回到去 沒錯 撞下去 你下門 厲害 繼續 繼續繼續 你出發吧 拍著出發吧 好 剛才我已經是 好 很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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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還要收拾眼 厲害 好 你還要怎樣? 好 加油 繼續 繼續 加油 路上 來吧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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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訓練 來吧 腳開始 不要緊張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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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緊張 緊張 好酸 來吧 休息完夠就沒事了 直角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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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你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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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厲害 我記得還有最後一組 最後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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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厲害 完啦 完啦 再一次 我們好遇到吧 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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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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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很多關 你可以繼續 可以繼續 好 有完啦 快點 快點